被誉为是南大神剧的校园话剧蒋公的面子 继今年4月在上海公演得到热捧之后 本周再度来户 在上戏剧场亮相 四天演出加演到了六场 依然是一票难求 如此火 不要怕的票房在话剧市场 已经是多年未见了 那么这部大三学生的作品 制作成本仅为5万元的话剧 到底是神在什么地方 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还随身带着呀 顺手 话剧蒋公的面子 讲述了文革中 三名中文系教授 回忆1943年 蒋介石出任中央大学校长时 邀请他们供进年夜饭的往事 一个是想去 又不好意思夺去 一个也想去 但又放不下面子 一个是不想去 但又需要用蒋公的人情办事 到底去不去吃饭 这关乎蒋公的面子 也关乎文人的面子 尽管到最后这三名教授究竟去还是没去都没有交代 但其间 但其间原则 利益 人物的角力展现了唯妙唯小 而这也引发了观众的共鸣 感觉对话 还有就是人物的这种心理之间的揣摩都很有意思 其实有些 现在有一些大学的老师 其实他对面子的这个程度还是跟老师是一样的 对 领导请你吃饭 你是去还是不去呢 对吧 而如此老道的表现让人很难相信 这是南京大学文学院本科生温芳一在大三时的一身习作 这个为南京大学117年校庆戏剧演出而创过的作品 由该校老师吕孝平人导演 在校生单纲主演 辅一亮相就令人惊艳 从去年五月至今已经在全国巡演75场 长场到满 一票难受 我们杜撰什么流传什么 都有我们当代的真实的心理的原因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个人和权力的问题 我们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现在想一办 是历史倦爱我们 你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的剧 我也感到很清晰 他们80后90后演得这么成熟 这是没有想到的 基本的排阶我看过的画剧前三了 整个节奏都把控得很好 然后人物性格也非常分满 业内人士指出 近年来国内画剧市场虽然剧目叠出 但是真正有质量的作品却屈指格数 有的寻套路 有的单纯搞笑 有的轻剧本仅以无美取胜 蒋公的面子让观众再次体会到画剧的魅力 在于画的张力 画剧的编创人员往往心态比较浮躁 他不肯去画这些功夫 真正去提高自己剧目的质量 而往往在外在的东西上面 去满足一些观众 这样长期下去的话 我觉得它有一个危险 就是会把我们年轻观众的胃口搞坏 就是让他们产生一种误解 就好像话剧也就是这么搞笑 蒋公的面子正好在这样一个市场 比较缺乏的起来是业余的一个剧团 但是对我们专业的人是一个很好的 东方卫视记者张国霞上海报道